郡马羊顶,枪杂攀龙,砸死攀虎,匹马刚叫胡琴攀人们,攀招攀降,敏其文全上了,一拥其大,把六郎围在了当中,就在这儿,杨八爹,杨九妹也来了。 原来杨所的家人看见六郎取枪,就知道有事,急忙给两个小姐送事,这姐俩尾随赶至攀虎的后门,就这么腾出六郎的身子,杨六郎是直奔攀人梅,攀人梅想跑也跑不了了,急忙摘起大铁道,杨六郎啊,你敢动老夫,我女儿也不会饶你,快放我走。 万事皆旧,要不然老夫和你拼命了,六郎牙关咬得咯蹦蹦之响,攀人梅,你逼死我父,射死我兄弟,今天我要报仇,写恨。 好,姓杨的,你报仇,报仇,我和你拼了,说完,手中的大刀,搂头盖顶,唰,踢下来了。 你别看攀人梅,会两下吗,和六郎比呀,那可差远了,六郎一看大刀离自己顶梁并不太远,来个海底捞掠大铁,啪往上一蹦,啪,攀人梅的刀立刻就飞了,攀人梅吓得想多路逃走,杨六郎马往前冲,千仇万恨, 宁急在枪上,啪,一走万本,一枪,结果了老贼的性命,就在了同时,攀招攀降,明西木,全被杀死。 六郎说,把这酒们,快,回去,哥哥,你干什么,我上金殿情罪去,哎呀,我们也去,你们去干什么,回去告诉老娘,就说愁,报了,你们俩替我在娘的面前,多多行叫,走。 哎,好,哥哥,你可保重,快走吧,快给娘送这儿去。 六郎赶奔武门,上殿要去勤奋,此时,御林兵也收兵了,双王狐狄险也恢复了,怎么呢,这都是扣准出的主意,说是搜捕是假的,实际就是把他人每吓出来,他一出来,叫六郎抓住报了仇, 就算完,攀府的门前,扣准派人看着呢,谁呢,刘超,就在后脚门那块瞧着,一旦派人门也出来了,杨六郎过去吧,派人门也抓住了,他急忙回去给扣准送信,扣准得了信,告诉胡匹贤,收兵收兵,回府睡觉,就这么老心也回府歇着去了。 你等六郎杀了老贼,到金殿的时候,天光大亮,皇上升作大宝,满朝魁武,参王代驾一臂,两相战利,八王爷也到了,老心也来了,老心早早就到了,为啥他得盯着就有人命官司了。 杨六郎告诉电头官,请您给我转送,就是六郎上殿,停罪来了,电头官不知道怎么事啊,一看他身上带血,急忙上金殿,万岁,杨六郎要上殿。 皇上殿,皇上殿就来呗,干嘛还用抱啊,叫他进来,是,上上指一下,叫骏马,随指上殿。 杨六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,低周头到九龙口,哭通就跪下了,跪爬了几步,扑斧在挨沉,万岁,臣,请罪。 亲子赵光义不明白怎么回事儿,杨爱卿啊,你何罪之有啊? 万岁,臣,罪开万岁,为了替父亲的亲弟报仇,杀了攀人美,攀龙攀虎,攀招攀降,也就为臣杀了。 皇上的脑袋嗡子一下,啊,怎么,我老丈人都在带了。 不能啊,太师三天前就出巢了,杨爱卿,你是不是有病了? 臣,没病,那你怎么胡说呢?嗯?太师三天前就出巢了,你在哪儿杀的,攀太师啊? 万岁,太师没走,在他的府门外杀他。 嗯,这。 来呢,赶紧去验尸去。 还有验尸啊,不一会儿老攀家来报仓来了,哭得温温的告诉,现在老攀家五个人都被杀在后脚门外。 那还不说,还多了个尸体呢,这个尸体他们不敢说是谁。 掩尸的人,看完之后回来送信,赵光义这火大了。 哎呀,杨静啊,你胆太大了,为救我老丈人我费多大心血啊,叫你给杀了。 潘美人要知道,潘美人要知道能答应吗?杨六郎哎,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啊。 不,讲解,你身为国家的命官难道知啥犯法吗?老太师已经免去死罪,你为何? 死自讲他战手,你抗拒奔尊,杀了潘家好几口。 来呀,把杨六郎推到五门就地战场。 不用等五十档客想三声追魂抱,现在就把脑子给我扒了起来。 文武一听啊,都吓傻了。 心的话,杨静啊,你是敢干,他人没给崽了,大快人心,报仇了。 可我一样啊,六郎活不了了,这可怎么办呢? 大家你一看我,我看你,大眼瞪小眼,谁也不敢言你。 扣嘴的心就一摸,心的话,杀人是我出的主意。 怎么办?八王爷,还得求你保本呢? 招募不行,你把王命金简晃荡荡荡,不就救下来了吗? 八王这阵啊,才知道六郎杀人。 一看皇上气的那样,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。 扣嘴一看八王不知事,这就地阵法人头就要掉,那还了得了。 几惨连忙高喊,乌皇旺随旺旺旺旺,搭架流人。 蔡宗正耍旺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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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旺 仍在千刀望光, 皇上一听啊, 这才差不多, 嗯, 老心也会顺着我说了, 慢慢来, 皇上说寇准的, 那你有什么话说呢? 八王是个气呀, 刚才他一听喊刀下留人, 以为给他运内荡求情呢, 哦, 闹了半天就火上浇油啊, 八王气的, 冲着寇准直瞪眼睛, 寇准装的没看见, 我说忘了呀, 您把杨六郎处置的太轻了, 应该是八皮汪洋点天灯, 哎呀, 寇准, 六郎有那么大罪吗? 怎么没有啊, 谁让他杀了国杖, 可国旧了, 杀了国杖就应该点天灯, 皇上一听啊, 不是话, 寇准啊, 你把话说明白, 我杀杨六郎, 是因为冲着国杖, 真的亲戚在的吗? 怎么不是啊, 不是你杀杨六郎? 不对, 杨六郎目无国法汪章, 随便的杀人, 便说是杀了国杖, 就是杀了老百姓, 也应该敢呢, 这叫杀人偿命, 嗯, 不对不对, 要杀个老百姓, 他就没罪了, 啊, 你的意思真不公平, 向着国杖, 他一家进杰被杀, 姑就不应该宰杨六郎, 给老攀家报仇吗? 旺费, 你不要超级, 要把你气着个好嘴儿的, 仇爱有罪, 我想问你, 六郎为人, 你能知道, 忠厚老实, 省明礼, 这么好的人, 为什么无故的宰盘人美呢? 那还用问呢, 不是要给他天地报仇吗, 这就报私仇, 可是, 因为盘人美害了杨七郎, 未经处置盘红了, 打他就冲军八配了, 常见说的好, 罚了不打, 打了不罚, 既冲军八配, 就不该追杀, 你说他这么办, 他对吗? 嗯, 我说忘了, 他也是应该什么时候出京? 三千千, 那为什么盘人美, 将在还死在他家的福蒙墙呢? 你叫他冲军法配, 他没走, 这算不算他抗之不尊, 七郊往上呢? 华南一样也对, 是啊, 盘人美啊, 你怎么不走呢? 不走你告诉我一声, 请个病假不就完了吗? 口准, 那盘人美不走, 为什么你知道吗? 我怎么不知道? 盘人美欺君望上, 他在慈求牢里, 没了五个放人, 替他冲军法配, 他到贾里纳福, 又私通北国, 游易造反, 沟通耶律王, 明西木两个江西, 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之命, 叫他们找盘人美商量和兵, 兵取边关, 再给老太师两匹好吗? 这还不算, 老太师又派耶律王半夜行刺, 要不是杨排风救我, 昏宝就死了, 因为这个耶律王没回府, 盘人美还怕了, 才带他的儿子侄子逃往北国, 要不是杨六郎接杀, 出了国家的胖腻, 施老百姓年寿刀柄之苦, 您的江山文乳磐石, 杨六郎不但没罪, 还有功呢。 这番话, 皇上八王文武群臣都气乐了, 克老先生, 可我故事啊, 你绕脖子绕的把皇上给绕进去了, 太宗说, 说了半天你还是为六郎讲情, 我没有讲情啊, 我这说这个理啊, 那你说派人美勾穿北国有何为证, 我这里有供词, 是耶律王写的, 说完, 从袖头里抛出来, 往上一递, 皇上接过来亲自看了看, 还不信, 来啊, 把那个耶律文给我带上金箭, 我要龙楼欲审, 刚把耶律文带到的金箭, 他招的供词, 和扣嘴说的一样一样的, 还不信, 又把耶律文带到潘府的府门外, 去任北国铭西木的死尸, 死尸也认了, 也不相信, 又找那潘家的大管家, 还有太监刘霸, 当场对证, 买死囚牢的犯人, 替太师充军发配的事, 说的明明白白, 桑正俱赛, 不容狄赖, 皇上没词了, 可要一样, 他也不想放杨六郎, 扣嘴说, 旺遂呀, 杨六郎傻不得, 他有功啊, 为国出奸, 为民出害, 您应该饶了, 八王也说, 万岁呀, 上次你饶了潘红, 就便宜他了, 这回他又投敌, 岂能饶他, 死有余骨, 老太军也上金殿, 满朝温武, 都替六郎求情, 皇上一看, 杀六郎杀不得, 老杨就有理, 文武百官向着杨去, 我要违背民计, 冷了文武官员的心, 可就不好办了, 才人们已经死了, 杀了六郎, 他也活不了, 倒不如做个整人情, 想到这儿, 冲下边传指, 把六郎催上来, 六郎到里边, 跪在丹池, 开东说, 杨警啊, 你杀了盘人美, 有情可原, 可你不该杀了潘龙潘虎, 潘昭潘阳, 你把他们老潘人都杀进了, 叫你敌偿对命吗, 就对不起死去的老令姑, 我将你充军发配的文州, 去福苦役十年, 十年一满, 方可回京, 累计动身, 谢主, 龙恩, 六郎满意了, 只要报了仇, 我就是死的认可, 不就服苦役吗, 挺大小我的, 怕什么呢, 八王可不乐意了, 我玉妹让服苦役十年, 扔下我玉妹怎么办, 他带俩孩子, 有心要保本吗, 不行, 不管怎么立, 杨六郎身上好几条人命啊, 先叫他去吧, 等过个三年五载的, 我再保本, 六郎下垫了, 立刻换上罪衣罪群, 又派出两个戒差, 叫押送出京, 太军随后也跟下来的, 跟戒差说, 二威呀, 求你们拐个弯, 从天国阳府门前走, 我好给我六儿拿点银子, 衣服, 行不行, 行行行, 太军, 您都准备吧, 要不是圣上旨意, 叫连接出京, 要不是有派人美, 买通死囚犯, 替他冲军的事啊, 其实待两天都没事, 这回我们也不敢了, 好好, 跟着府门前过, 太军先回府送至, 等六郎到了天国阳府门前, 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了, 六郎有两个儿子, 宗宝宗勉, 柴郡主哭得跟泪人一样, 军王, 此去温州, 山高水远, 要当心冷暖, 简石起居, 多多保重, 怕你早日回家, 嗯, 我知道了, 宗宝说, 爹, 你别走了, 你走上去我们怎么办呢, 六郎心酸了, 君主啊, 我走了, 家中是个多多的操劳, 老娘, 桑于婉颖, 风中之灯, 尤其是她老来丧子, 我又一碗离家乡, 凡事你要多分神, 替我在母亲面前, 多多计较, 对寡妇嫂子, 要多谦让, 这些八戒九妹也都出来了, 告诉八戒九妹, 要照顾老娘, 寡妇嫂子哭哭啼啼的, 哎哟, 门前哪, 围了一帮人, 最后是含泪出京, 书要简断, 杨六郎充军发配, 刚走没有几天, 边关的, 陈林柴干, 回京城了, 怎么北国进兵了, 进半中原边关十手, 两个人进京来请求派兵派将, 不然的话恐怕京城都难保, 皇上也吓坏了, 当时问满朝关武何人领兵带队, 没人搭声, 皇上一看这些人呢也不够帅台, 准备到外边调兵遣将, 可是调兵派将那可早呢, 又过了几天, 老太君上殿奏稳, 万岁呀, 有行路的客人给我带着信, 我六儿子充军发配, 一路上水土不服, 全身长疮, 伪在干击, 求万岁开恩, 将我儿徽京养病, 病好以后再去服苦役, 您看如何呀, 太宗不准稳, 心想, 刚出京城就要回来, 找个礼儿, 把杨六郎弄回来, 那可不行, 就这么的西姑娘娘天天哭, 闹我呢, 太君, 有病可在当地找些上调治嘛, 路途遥远, 何必回京呢, 话说的好听啊, 那就是不准本, 不许六郎回京治病, 太君含泪下电, 怎么, 六郎确实病得挺重, 又过了半个多月, 老太君哭上八宝金殿, 万岁, 我六儿病死了, 他是罪人,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王陵运回京城, 万岁呀, 论说他算妖王, 又是个孩子, 不应该把他的灵弄回来, 可是老陈就这么一个儿子了, 无论如何万岁, 您发发策刃之心, 叫他尸骨回家吧, 柴郡主也哭上音音, 皇上一看六郎死了, 也后悔了, 哎呀, 要知道真的病这么重, 当初我真就不如叫他回来, 何必呢, 后悔也没用了, 太君含, 人死不追究罪过, 可叫王陵回京, 等官果入都, 你给沈送个信, 我要亲自参灵吊笑, 好, 谢万岁, 就这么太君回府, 打发人, 去取六郎的灵袖, 刚走了三天, 还没心, 突然, 旧清城外是炮生龙龙, 可了哭了, 浩浩连天, 人寰马乍, 人寒马, 四十战古其名, 原来, 大辽国韩昌的兵马, 打进中原, 领兵带队的, 那些韩昌手下的先锋官, 此人叫马图温, 带领十万大兵长驱之路, 直到东京变梁, 当时, 北宋朝廷腐败, 文官爱财, 武将懒得生杀, 边国一失手, 其他的关口, 一听说辽兵入境, 是望迎而逃, 不打自退, 尤其是辽国的这个先锋官, 马图温, 真勇啊, 也是他贪功心胜, 没等韩昌的援兵道, 先到京城了, 离城十里, 安营杂战, 再看官乡的老百姓, 可遭罪咯, 辽兵辽将, 夜入民宅, 连强带夺, 老百姓是走死逃亡, 三天后, 马图温讨调阵, 下坏了宋王先子赵光宇, 忙叫京城的兵将, 出外林敌, 哪知道马图温太厉害了, 宋朝的将官出一阵, 败一阵, 打一仗, 输一仗, 一天的功夫, 马图温打败宋朝的十元大将, 最后, 老王爷胡言赞出马林敌, 被打得报安吐血, 大败门归, 双王狐皮剑太小, 不能出战, 只可在家伺候他爹, 高穷高俊宝想要出马, 太宗又舍不得, 因为高乖德高乖亮两只手, 这么一个又年轻, 真要出外有个三长两短的, 给老高的绝根了, 老王爷石燕超出马林敌, 三个照面兵人就飞了, 半进城池, 其他军中的偏将富将啊, 哪个也不敢出去, 出去摆给镇手, 这咋的宋朝是免战高悬, 一会儿就是吴天呐, 这吴天就挂了十道免战牌, 马图温天天骂朕, 派了二百名辽兵, 都是嗓子好子, 力气足的, 往两军阵前一站, 喊一二, 一起冲城上, 逃掉着, 一骂就骂半天啊, 骂累了, 坐下骂, 坐下再罚了, 躺着骂, 把城上的宋兵器的, 用凋零剑射他们, 往下一射箭, 辽兵就开始驾云骑攻城, 城上用灰瓶炮子, 往下揍, 叮当, 一折腿一折腿就是一天, 天天是炮声轰鸣啊, 把个太宗吓的, 也不敢回后宫了, 不放心了, 虽然外边有亲兵畏罪, 一时掉不起, 一旦京都失守, 哦, 就算全完了, 无天的功夫, 太宗魅敢回后宫, 每天在金剑商量, 咱们退兵, 文武官员, 结不言语, 太宗是个气, 众家爱卿啊, 怎么现在都没主意了呢, 嗯? 他一扭脸, 看见扣准了, 因为皇上这两天, 心里不顺的, 一看扣准更来气, 心的话, 杀他人美的时候, 你一天有的是话说, 现在怎么哑巴的呢, 我得问问他, 参成安成的, 寇爱卿, 嗯, 忘随, 现在兵临城下, 将是豪边, 咱们能退兵呢? 皇上啊, 是想难为他, 哪知道寇准不慌不忙, 忘随, 微城早有良策, 就怕忘随不彩呢, 呦, 皇上一愣, 心的话我还问着了, 哦, 你早有退兵之策, 那你早说呀, 怎一定言听计从, 那好, 我说忘随呀, 当初我就说, 你别杀杨六郎, 你说你听我的口不好, 眼前要有杨就有马, 何愁, 再退贼兵呢? 小光一致的脸拿着就一网水一样, 扣准啊, 你这是废话呀, 杨六郎他不是过去了吗,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? 哇塞, 杨六郎可是过去了, 那个寡妇太太可都在, 老太君还在, 可叫他们出马灵笔吗? 哎呀, 那都是些个女人, 嗯, 你可别看是女将, 要论打仗, 哪里也不行, 杨六郎要是能出马灵笔, 毛症能生, 文武百官一听啊, 哎哟, 扣主还真有道道, 说的真对, 你得看是女将啊, 哎哟, 可能兵一阵呢, 老杨的女将, 各个能争贯战, 行, 行可是行啊, 我们大宋朝京城里, 这么多武将男的都退不了兵, 叫女的出去, 叫北国看着我们也太没人了, 该说这招也损点, 老杨这男人都死了, 叫女的出去, 扣准那你真够缺德的, 皇上不管那套, 魏保江山, 他不管男的女的, 能保住我皇位就可, 口爱卿啊, 六郎刚死, 我们要到天堡阳府去调女将, 怕是不能出了呀, 哇塞, 事在人为, 哦, 你要出到旨意区调人家羊家, 你也太不尽人情了, 杨六郎的尸骨危寒, 又叫人家女的出马灵笛, 真有个马狗瞪端, 你能对得起谁呢, 哎哎哎, 不是扣人, 怎么翻过来, 调过来都是你的理呢, 你叫我请羊家, 怎么又不行了呢, 这你老人家, 谁来个李贤下士, 求自到羊府去, 求太君, 一定能赢, 哦, 就真亲自去他, 对了, 大好, 你跟我一块去, 我乐于保家呀, 叫八王去, 赵的帮说字也不去, 心说老姓啊, 你缺德宝, 我可不跟你坐落去, 老太君怎么了, 这么寒心, 还给你出马林笛呀, 你们去吧, 皇上带几家大臣和寇准奔天波羊府, 皇上一出巢, 太监就往天波羊府传旨, 羊府悬灯接踩, 门前是净水脱街, 八街九妹, 掺着老太君亲自接皇上, 皇上一看老太君呢, 是瘦了, 是啊, 这么大的打地谁瘦得了啊, 丈夫死了, 七郎八只虎, 如今一个没胜, 就胜了老五, 还出家当了和尚, 寒暄了几句, 到了府里铁瓦银兰殿座上, 有丫鬟献上香茶, 茶坝隔斩, 老太君说, 万岁呀, 您到我家有何贵干呢? 哦, 我来看看老外卿, 军马刚刚过去, 真怕你私人过度, 有伤身体, 我来看看, 皇上没敢说, 我叫你出马林笛打仗去, 老太君呢, 心里也明白, 心的话, 要没事啊, 你才不来看我呢, 不过你不往那儿说, 我也就别那么闹着了, 哎, 我也想开了, 你说金沙滩一战, 那几个儿子都没了, 我都活过来了, 还差六郎这一个嘛, 是啊, 您是应当往宽出降, 哎, 不宽怎么办, 扔下这一帮挂夫儿妻, 无招无落, 要是不叫他们雷我, 早身, 早就死了, 太君这一哭啊, 皇上傻了, 没法再提打仗的事, 他用眼镜狠经着扣顿, 扣顿把脸一扭, 假装没看见, 我说老太君啊, 成为炮侠你听见没有, 老身这两天耳朵背没听见, 那我告诉你, 大刘国航长, 手下的先锋光, 马屠翁带着十望大兵打京城来了, 我们井中的大将可全打到背上了, 马屠翁在外边骂朕, 骂别的我不生气, 他骂杨六爷, 他说杨六郎怎么不出来呢, 我装会杨家降来了, 听说老杨家一口抖, 把钢枪非常厉害, 女将无意情高, 怎么都不出来呢, 唉, 要是有我六儿活着, 哪能叫他们逞能呢, 不是孩子没了, 可是六郎没了, 还有女将呢, 是不是叫这些女将, 教训教训那个马屠翁, 老太君不乐意了, 他们都是女人, 当姑娘的时候还随便, 可是现在是寡妇了, 倘若打了贝仗, 刮起罗袖, 多有不便, 哼, 黄瑞星, 好啊, 好啊, 扣嘴那吃卷眼饼了, 我看你怎么办, 扣嘴打了个嗨声, 唉, 权王喽, 大宋朝早没人了, 马屠翁太厉害喽, 我说, 赶紧挑白旗投降就得了, 话题刚落, 就行银安店门口有人说话, 哎, 饭桶年年有, 没有金年多, 一个辽国的先锋官, 算的什么呢, 哎哟, 打不了, 还要投降, 气死得了, 说话嗓门特别大, 都听见了, 大家往门口一看, 眼前站个丫鬟, 头上网着大抓地, 后边一把松的辫子末根扎着红头绳, 红袄绿裤, 大脚片能有一尺二, 皮肤微黑, 粗眉还眼, 一口白牙, 手拿着茶杯口粗的烟火大棍, 皇上说, 说话的是什么人, 太军说, 嗨, 他是个疯子, 烧火的家头, 叫杨派峰, 扣嘴一看可乐, 他知道派峰有能耐, 我说派峰啊, 我们是放通, 你能行吗, 怎么不行啊, 祖母奶奶要发话, 我出去就把姓马的斗死, 那可太好了, 老太军那就叫他退兵吧, 太军这个气呀, 当皇上面还不好说, 你要能退兵, 你就去, 皇上说好啊, 那么杨派峰, 你能出去退兵吗, 鼓重重的加风, 我可不当官, 我就乐意当烧火的丫鬟, 伺候我们祖母奶奶, 祖母奶奶要去, 我就去, 祖母奶奶不去呀, 我也不去, 我还怕, 你怕什么呢, 我怕生人, 祖母奶奶, 你要挂帅咱就去呗, 哎呀呀, 太军那里就辛苦一趟吧, 老太军灌饭不赖, 领着派峰出马连笛, 杨派峰到阵前, 他要火烧马突温, 那天啊, 那天啊, 你不要过来那天, 他们要吃死了, 你还ミah不吃心, 你不是贝勞不吃的关系, 你没有吃心, 你吃心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